天父的孩子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常听很多人说要去传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但是你说每天看新闻 几乎都是坏消息 哪有什么好消息啊 圣经说好消息就是神对你的大能拯救 神的大能可以把世界的坏消息 在你身上转变成好消息 神的大能会救你脱离疾病 贫穷伤害 甚至是失败的婚姻 让你的生命开出红盘 你说这福音我听过了 在我朋友身上有效 但是在我身上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神经说 神经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 神说话算话 只要你相信 这福音必要拯救你 在你身上一定会显出功效 只是这有先后次序 你必须打从心里先相信 然后才会看到神拯救的大能 圣经说神的义是本于性 以至于性 想要成为神的义 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你必须先相信 你得到公益 你蒙拯救 都是因为你先相信了耶稣的十字架 和他保写的能力 从相信开始到相信结束 跟你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好消息 不是在指出你哪里做错了 而是要告诉你 不管你做对了 你做错了 什么 你都是义人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了拯救 听起来好到令人无法相信 但只要你相信 你就会得到了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迎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信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信得生 你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被受恩宠 永远记得 天父爱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